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视频 说起日本,大家一定会想到这个国度的浪漫樱花 每年春暖花开时,北海道的风情让每个人都心生向往 因此在人间四月天,许多文艺青年都纷纷赶往日本 去一堵樱花落下时那几秒钟的彩资 但是在日本,除了樱花让人感到浪漫 日本的藤花一样亲人心脾 大多数去日本旅游的游客只知道日本樱花的美丽 却不知道日本藤花的娇艳 其实在日本有一个特大级别的藤原 里面许多紫藤树都有着150岁的高龄 一年四季都美轮美奂 这个不为人知的绝美景点就是足立花卉公园 屋于日本立木县 在世界的一个小雪的角落里,美得悄无声息 园内一年四季都有闲花盛开 一园之景,四季如春,季季不同 进入园内就像是进入了公主的梦幻城堡 里面鲜花是七彩的颜色 在公园里面欣赏,一步一景 每走一步就可以看到娇艳欲滴的花朵 园内最佳观赏期是每年四月至五月 这个时候,园内的紫藤树纷纷吐出花苞 西树静向开放 在春季藤盛开时节,在公园里面慢慢躲着布,赏着景 人间最美的景色尽在此 穿梭在那一个个紫藤瀑布中,恍若行走在梦里 桐园中最让人迷恋的美景,还是那棵约有150岁高龄的大紫藤树 那一簇簇紫藤花互相意味着 当春风拂过时,阳光刚好透过花朵间的间隙射了进来 在这些花朵上面,洒了一层金色的光 此时在里面欣赏着的人,仿佛摇身一变上了天界 整个人都飘飘欲仙 天上有彩虹,人间有藤原 点住了这平凡的时间 这样美好又梦幻的景点,大家想不想去打卡呢? 好了,今天就和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一期会带大家去看更有意思的地方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 喜欢我,就请点击视频右下角的关注哦